自1990年起 每年6月4日前的星期日 支联会都会举行纪念六四游行 重温97回归前最后一次六四游行的情况 民主歌声和口号 揭开了香港回归前 最后一次纪念六四游行的序幕 无望六四跨越97 只要日历上年 还有6月4日 这个日子 支援会纪念六四的活动 就会继续举行 在大约20个人 抬着一幅约7米乘3米 画了民主女神像的大画布开路之下 游行在下午3点多开始 而警方就在沿途 大概每隔100米派了警员维持秩序 不少市民都相信 明年支联会仍然可以举行这类的游行 游行队伍最后由铜锣环一路走到新华社香港分社 在分社的对面举行集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